谈就医之事 究养生之物 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在世界上有许多的长寿区 长寿村 专家们为了揭开人类长寿的秘密 对长寿老人们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调查 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少盐多醋 今天老安就给大家讲讲醋 醋被誉为第一调味品 不仅能够消毒杀菌 美容护肤 促进钙的吸收 还是可怕的癌症 一些老年的慢性病 还有一些常见的小麻烦的天敌 首先 醋能够抗癌 根据中国环境报的报道 山西省一家老陈醋厂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无论是去世的 退休的 还是在职的 三代工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患过癌症 而这家醋厂所在的地区 则是肺癌和食道癌的高发菌 原来食醋中含有一种酶 它可以抑制葛和真菌的协同致癌醋癌作用 食醋用的麸皮具有高酮低葛的特征 于60多种中草药制成特异的药区的化学组成和生物学作用 使酮 心 蒙 木 骨等微量元素高度浓集 因而具有抑癌的效用 醋能够降压降脂 每天坚持地饮用一大勺醋 可以刺激人体的血管细胞分泌一氧化氮 它能够起到扩展血管保证血液畅通的作用 从而也能降低血压 第三 醋能够控制血糖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35分钟喝30毫升醋酸含量6%的醋 在降低血中葡萄糖 胰岛素和甘油30水平的同时 还能够延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 帮助降血糖 接下来老安再送您四个醋疗方 说好了 第一 醋泡大蒜 抗癌防鼻炎 生吃大蒜能够有效的抗癌 而食醋也是抗癌的能手 两者配合抗癌功效更加显著 两者配合在一起 对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 疗效很好 第二 醋泡洋葱 可以降血糖 每天早餐用醋泡洋葱 做餐 可以有效的排毒养颜 降低血糖 并使体重减轻 第三 醋泡黄豆 醋泡黄豆能够治疗阴血阳抗 悬晕头痛等等病症 同时还具有降脂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降压的作用 第二 热醋泡脚 改善睡眠 中医认为醋能够活血散瘀 用醋泡脚能够促进肌体的血液循环解除疲劳 帮助入睡 温馨提示 醋中还有大量的醋酸 不适宜大量的食用 而醋不要于腐方银翹片之类的结表发汗的中药同时 因为醋能够破坏中药中生物碱的成分 不要空腹喝醋 因为空腹吃醋的话会导致胃酸过量 还有患有胃溃疡的胃病患者 以及胃酸过多的人最好少吃醋 不然有导致胃病加重的可能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